用手機拍了爺爺的照片 資訊給他 那爺爺等一下就要去火化了 如果我們沒有幫他做這件事情的話 他可能就是都不知道他爸爸最後長怎樣 很心酸啊 對啊 既然只能用手機拍照 第一次看到爺爺的時候 他其實那時候意識都還是清楚的 他就有說他覺得他自己是壞人 然後他害他的全家人都要被隔離 因為他就是美式的老人家嘛 那老人家每次就是會出去走一走啊 去龍山寺這樣拜拜 然後他覺得他應該待在家 他不應該亂跑的 對 所以他其實家人的話是都被狂烈 所以其實他們沒有辦法來醫院看爺爺 就是我一開門進去的時候 比如說他幫他做一些治療的時候 他看到有人來然後他的頭就是會轉 然後會一直盯著你看你要幹嘛這樣 終於有人來陪我這種感覺 就是突然有一個人出現 好像我沒有被拋棄的這種感覺 因為其實爺爺年紀很大 然後加上他其實Coco真的說他想要回家 所以他其實都會有一些就是想要自己下床的行為啊 不過他的狀況就是下床 因為他下床會離開氧氣 離開氧氣他就會很喘 那他對那邊環境又不熟又怕跌倒 所以其實整體評估下來我們是覺得他有約束的可能啊 那家屬的話也是同意 所以我們就是會幫爺爺先固定在床上 就是避免他擅自移動 然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就是問題 那因為就是家屬就是有他的考量 決定就是讓爺爺不積極治療 所以就是才緩和一點的治療這樣 那所以其實在緩和治療下 其實醫療的部分就是已經有限了 那我們就是讓爺爺舒服為主這樣 然後最辛酸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就真的是回歸到那個灌牛奶的時候 就是放一個鼻味管 然後直接插到胃 因為我真的記得我在灌牛奶的時候 他就眼睛看著那個空陣裡面的牛奶 然後一直流 然後呢嘴裡就一直跟我說對不起對不起 就是我下次不會了我下次會改進這樣 然後就說就是他很想回家這樣 因為就是爺爺他沒有辦法治理 所以其實他那個身體 也就是都要由我們護理人員來治癒他 對 所以其實每一般的護理師都會定時去幫他換牛部 就是會比較舒服 其實皮膚比較不會有破損啊 對他其實蠻乖的 就是幫他換尿部的時候 叫他翻身啊 然後開屁股啊他都可以 我意思清楚的話他其實是很乖的 因為我覺得爺爺真的是太可愛了 所以我都會摸他的耳頭 然後跟他說要加油啊 就是摸他的頭 然後他就會 用一個很無辜的眼神看著我 他就是很盼望回家 可是沒辦法 因為那個他眼氣聲很大 然後他重聽 然後我們又戴著這個比較厚的口罩 其實我們講話都要很大聲 可是爺爺不一定能理解你的意思 那他家屬就有說就是他在家都是用壁壇 所以後來我們通常就是準備了紙跟壁 所以我們就是在裡面就是會寫給他 因為那時候我就寫說就是爺爺你有不舒服啊 然後就是都幫你清理好 你現在比較舒服啊 你就乖乖的加油這樣 那他就是很努力的在看啊 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懂 不過他就是一直點頭回應我 其實那個腹壓病房 我們也沒有辦法在裡面待太久 所以其實就是如果有進去的話 就是會盡量就是給他一些安撫啊 比如說跟他講話啊 然後通過他的頭這樣 然後叫他要加油 能做的好像不多啦 不過就是希望可以幫他就是 彌補一些心理上的確實 就是會想到如果他今天是我的親人 是我的爺爺是我的奶奶 那我的心態會是怎樣 因為其實他本身就是一個病危的病危 所以其實我們大概大家都會稍微了解一下他的狀況 對那就是同事就有說他的血壓 那開始不太穩定了 然後心態也慢慢下降了 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就差不多知道 爺爺的狀況不太好 對那就是醫生有先跟家屬聯絡 那家屬也是可以接受 那就是最後爺爺走的話 我就跟我的同事說 沒關係我跟你一起進去 嗯他其實因為那時候我進去看他的時候 然後我就看他眼睛其實是沒有完全合起來的 對那我就是就是把他眼睛合上 然後就是跟他說就是沒事了就是對就是不會痛了 然後就好好離開這樣 因為他兒子也在被隔離 所以他離開的時候 他兒子就是打視訊過來 那我們就是拿著手機 然後就是一邊鏡頭是給爺爺 那就讓兒子就是看著爺爺然後說說話這樣 他兒子看到他的話也是就是崩潰啦 他兒子就跟他說就是 爸爸你要就是好好跟菩薩走 然後就是沒有病痛了 然後說他們也在被隔離 所以沒有辦法就是過來看他這樣 然後就跟他說之後就是會把他跟媽媽放在一起 我那時候很努力的手不要顫動這樣子 然後就是其實那個 護目鏡底下就是都是眼淚這樣 他兒子就是有要求說就是 因為他也沒辦法看到這個人眼 那爺爺等一下就要去火化了 我們沒有幫他做這件事情的話 他可能就是都不知道他爸爸最後長怎樣 對所以我同事就用手機拍了爺爺的照片 然後就是私訊給他 很辛酸啊 對啊既然只能用手機拍照 其實現在COVID-19過世之後就是 家屬沒有辦法見面 就是連絲帶打開也都不行 所以他們說其實病毒他還是 他還是在那個患者身上啊 所以其實那些都是有風險的 通常就是最好的吹放是就是 直接就是裝袋然後火化 然後我看網路上是寫說24小時沒有要完成 對所以其實他家人就是根本就沒有辦法看到他最後一面的 以他這個91歲的替他應該是子孫滿堂 然後然後家人都陪在他身邊 然後就算他離開很難過 可是應該就是都可以很開心的就是送爺離開 不過就是反差很大 現在就是只有爺爺一個人 然後他就要自己被送去文化了 然後家屬隔離期間也還沒解除 所以可能要過幾天之後才有辦法去拿 領他的就是那些骨灰回家 我就覺得爺爺這段期間應該很孤單 我就會一直想到爺爺那時候就是前幾天還跟我說 他說道歉的事情啊 然後他會就是想要回家這樣 不過我其實就是都沒有辦法達成了 其實我今天早上有搭爺他兒子啦 他其實也是覺得很感慨啦 因為他有跟我說其實在這之前他們家住不囉 他阿公每天都爬霧囉 都不會累不會喘 然後怎麼因為就是這樣子然後那麼快就離開了 所以他們其實也是不捨舉動 不過他也是覺得就是就是沒有病痛也是 就是也是一種解脫啦 對啊就覺得遺憾啦就是因為 因為整個病況也不是我們能夠掌控的 我們當然是希望他回到最好的狀態 不過就是這個就沒有辦法掌控 所以就會覺得很遺憾 因為其實去龍山市走走就是他每天的日常啊 對然後既然他日常都沒有辦法完成 所以他真的是覺得很遺憾 就是覺得很遺憾 其實都是覺得很遺憾 所以現在你剛剛看了一下 突然我們九星只都會快乾燥 就是覺得很遺憾